各位独居的家人们一定要注意 这种开拓的小广告 特别是独居的女生 为什么 这是我家里面 啊 啊 大哥 我承认你的业务能力好吧 但是 已经报警了 已经报警了家人们 我承认你的业务能力 兄弟们大家好 这种声音能听出来 是不是有什么异常啊 好久没跟大家见面 我扬了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就在前天 我扬了 北京扬高峰 已经过去快两月了 最近呢 周围也很少听到 有确诊病例了 本以为呢 我平时的千小心 万防护 能顺利闯过这一关 但最终呢 还是没有逃过这一劫 在这里呢 提醒大家一点 千万不要以为 疫情高峰已经过去 就平安无事了 病毒很可能就藏在 已经阳过的某个人身上 他有抗体没事 您沾染了 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高烧 呕吐 脑壳疼 嗓子刀割疼 虚汗 浑身无力 各种症状 一样不少 千万不要听信 某些专家说 就是普通感冒 经历过的人都知道 那过程真是生不如死 而且很多人会落下后遗症 我身边太多人留下了肺炎 肺大炮 心肌炎等各种各样的后遗症 尤其是60岁以上的老人 痒了之后呢 浑身疼痛 乏力 卧床不起 大有人在 这个病毒的特点就是 您身体哪个地方弱 它就攻击哪里 今天是周日 症状最早发起 是在周五的凌晨 当时呢 就是嗓子疼 以为喷点治嗓子的药 很快就好 早上呢 到单位吃完早饭呢 也没事 没想到到了上午九点 开始发烧 抗原检测 妥妥的阳性 作为同事 98%的人呢 在过年前就阳过了 我都突然冒出一个阳性病例 大家都觉得很是奇怪 感觉突然冒出个怪物一样 大家开始 惶恐起来 纷纷戴上口罩 怀疑是不是第二波疫情来了 为了不影响大家 我就赶快收拾东西 开始回家 到了下午两点 烧到了三十九点四 整个人都稍迷糊了 吃了退烧药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也睡不着 到了晚上五点 起床喝水 感觉头炸裂疼痛 浑身无力 酸染 发老 突然一阵眩晕 饿起来 跑到卫生间吐的那个是 肝肠寸断 真不是人受的罪 突然以后 稍微好受一点 草草吃了个晚饭 赶快上床睡觉 在室温二十四度的情况下 仍然感觉到浑身翻冷 我只好盖了两床后被子 五汗 生怕再发烧 因为盖了两床被子 加之身体虚弱 不停的出汗 夜里醒了七八回 第二天早上 感觉比第一天 有点力气了 可以自己做早饭吃了 但是身体特别虚 稍微动一下 虚汗的力 整个白天体温也都正常 就在我以为没事的时候 下午五点 面部开始灼烧 脑壳开始疼痛 我感觉不妙 一测体温三十八点五 测完体温赶紧吃饭 想着吃点热饭能出汗 降降減温 但我想的太简单了 过来两会儿时 体温一直维持在三十八点五 临睡前只能再吃一颗退烧药 不然慢慢长夜 如何熬过呀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 嗓子疼痛 进一步加剧 以前听别人说的嗓子 刀割式冒烟痛 这一次呢 真的是切身体会到了 咽口吐沐都专心的疼 疼到极点 恨不得给自己喉咙来一刀 夜里起来五六回 喝水 喷尿 吃药 吐炭 反反复复 今天是发病第三天 现在仍然在低烧三十八度 嗓子疼 革命尚未成功 我必须继续战斗 就在刚才和几个朋友 说我得了新冠 他们死活不相信 我的亲身经历奉劝大家 没得过的 千万要继续做好防护 不要掉以轻心 那滋味不是人受的 那滋味不是人受的 我得了新冠 请不吝点赞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